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 中国多地的公共健身场所有序恢复开放 5月13号 中心社记者走访北京多个体育场馆看到 网上预约申请出示健康码 入场登记测量体温等防控措施成为常态 常态化的一种防控措施吧 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 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 都是一个非常周全的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每次打球之前 都要提前一天报备身份证 来的时候还要彻体温 还有北京健康码健康宝 这个少一少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对场馆工作人员 还是对我们打球人员 都是一个健康的保证 觉得很开心 然后觉得我的生活又能够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了 感觉很安定 觉得这个疫情虽然是影响了比较久 但是现在在大力的一个扩展的防疫情况下 我们又能够回到原来的这样一个生活了 觉得特别的激动 特别的开心 安全有序恢复体育健身场所开放 在满足民众健身需求的同时 也为背负经营压力的体育场所运营者减压 我们所有的收入都是靠场馆开放来收取的 这五个月如果没有场馆开放 等于我们的收入就是零 在收入是零的前提下 我们的员工都在上班 等于支出一直是在有的 这个等于说对于运营者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4月30号零时起 北京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调整为二级响应 并相应调整相关防控策略 根据有关指引 公众在室外环境下原则上可以不佩戴口罩 当天记者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处 室外健身场所看到 现场健身的民众大多未佩戴口罩 室外的这个健身场所呢 理论上呢要比室内的通风性要好一些 容纳量呢要更多一些 但是我们为了严格的执行上级的政策 还是没有放松这个人数的限制 还是采取这个最多四人的这么一个政策 包括这个提前入场这块都控制的很严格 前面的消费群体撤销以后 我们才会让后面的群体人进来 此前北京市要求有关部门 加强对恢复开放的体育健身场所 进行抽查督查 确保体育健身场所开放后的各项防控措施 落实到位 锻炼的时候啊 专门啊这个确定了这个锻炼人群进入的通 这个入口和出口 确定了这个锻炼的这个区域和工作区域啊 这个分开 这样的最大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健身人群的这个安全 开始锻炼之前 我们这个场地啊就做好消杀的这个工作 这个一个单元结束之后呢 我们啊马上进行这个消杀 同时啊进行这个通风 为下一个单元啊 这个群众锻炼啊 做好这个相关的准备工作 目前中国多地以陆续按照分类分食等原则 逐步有序开放室外室内各类公共体育场所 感谢观看